太极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天人原本就是一体 正可谓人神小天地 天地大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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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功丹 往真武大帝查验 无量天尊 无量天尊 天地大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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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坏了 无量师祖 无量师祖 有人偷狼莓果 不能便宜你这小混蛋 无量师祖 有人偷狼莓果 走走走 无量师祖 有人偷狼莓果 无量师祖 师祖 师祖 还有点规矩没有 走 师祖 不好了 蓝玉京她 她偷吃了贡果 老妹 在 马上派人缉拿蓝玉京 是 我又来了 快快快 这这这 走 走 蓝玉京 别跑 蓝玉京 蓝玉京 来 来 这边 你干吗呀 快点 追上来了 快点 追上来了 站住 站住 这叫声东击西 走 快 这边 走 师父 你说他们会不会跑到里面去了 还敢躲到藏经阁 追 你这招挺管用的吧 咱们奋斗行动 好 来云江 出来 来云江 出来 来云江 出来 你们干什么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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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藏了 来云江 出来 来云江 你们给我出去 来云江 快出去 来云江 臭小子 给我出去 快给我出去 快出去 出去 都出去 来云江 出来 来云江 出来 来云江 出来 出去都出去 我们到别处看看 这是藏经阁 都给我出去 这些小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这些小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站住 你怎么敢擅入担房 师父 他是不是躲入担房里了 不会 量他没这么大胆子 擅入担房者 轻则诸出世门 重则优弊诸身 师父 前方有动静 追 来 得得得得得得得死我了 不行 我得扔点药去 我会扔的 你可以做什么 你快瘴重 你不会扔出 就是 你不动静 就会死亡 你去死亡 你不动静 你不会死亡 我不是 凡是进补的药啊 无外乎补气或者补血 徒儿 徒儿 你怎么能在这里睡觉 快把这些药拿出去晾晾 是 师父 师父 真是没有想到 这丹药真是香气扑鼻啊 这丹炉炼的丹丸呢 是血气良补 针对血气两亏的人 血气两亏的人服用这种丹丸 最妥了 长期服用 效果显著 我看无相掌门一年四季 几乎天天都是红光满面的 可是服用了这种丹丸 是啊 不过有些丹丸服下之后 得靠自身的功力运化它 好 那边是供师祖辈的 那边呢 头缝丹丸哪 六味丹丸哪 有十多种哪 这是供山人用的 弟子今日 有幸来到这个丹房啊 真是大开眼界了 徒儿啊 你要感谢无相掌门哪 这炼丹房 除了我和几个小徒弟 任何人不能进入 要想进入炼丹房 得得到无相掌门的首肯 好 怪不得那些老头天天红光满面 精神焕发的 原来是有秘方啊 真武大帝爷爷 不 真武大帝祖宗 小辈蓝玉京一心向学 只为精进修为 绝无对您半点不敬啊 请您多多海涵 看样子 这应该是极品啊 要不然也不会供奉在这儿 对吧 对的 只是不知道这个 能不能治疗我身上受的伤啊 那这小草 难道我使用的方法不对啊 看来盒子这么小 应该四颗是一次的药量 更可惜 谢谢二爷 怎么样 事情进展如何呀 经我五娘受办的事 哪有什么问题 当然是一帆风顺 无望而不利了 那是啊 哪个男人能抵抗得了你这狐媚之功啊 想必那不起老道 现在肯定是苏麻入骨 腿脚酸软了吧 二爷 这面子上的戏如果做不足 哪能把事情给办了 只要事情能办成 这皮囊上的狐媚 要多少就有多少 但五娘知道 五娘骨子里的那份媚 只留给二爷一人 你这张小嘴 真能说呀 没两句话功夫 这魂都要被你勾了去 那也是二爷 调教得好呀 今天在郎媚园的时候 我差点就抓住耿玉京那小子了 二爷抓那个小子做什么呀 他不是不齐弟子吗 多一个筹码在手上总是好的呀 这件事情我已经交代过不齐了 二爷还有什么顾虑吗 红丸势大 马虎不得 五娘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 所以我仔仔细细交代过不齐 她也答应了我 现在的不齐以一笛识 绝对没问题 五娘对这件事也十分有把握 十拿九稳哪 二爷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可万一这件事情出了什么纰漏 不齐那老道士的命 恐怕就没必要留着了吧 对 二爷说得是 二爷 师叔 师叔 不好了 玉京偷吃狼眉果 被发现了 现在不败正带着人搜捕玉京呢 那他们找到玉京没有啊 没有 但一定会被找到的 你这样 你先带人 敢在不败他们之前找到玉京 好 我得去见掌门 这不贱早来有些时日了 该回来了吧 是的掌门 不贱师弟应该快回来了 有风风起来 无茶水自平啊 师父 弟子有事领报 说吧 玉京透视了狼眉元贡国 不败正在缉拿他 都怪弟子管教不严 请师父责骂吧 是吗 静儿现在在哪儿 我碰到了清华 他说还没有找到他 知足不辱 知指不待 做什么事情 适可而止 玉京现在还是个孩子顽皮 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 是 我会和他说说 禀报掌门 不贱回来了 他好吗 不贱是被中州大侠 谋沧浪之子谋一羽 给抬回来的 不贱呢 发生了什么 无相掌门 在下谋沧浪之子谋一羽 拜会掌门 免礼 掌门 不闻 先去把无量进到玉须宫来 伯伯 在 去把无色给我找来 是 伯公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从峨眉山回来 想到武当山来拜会师尊 他 突经了神冬驾 那天 当我到神冬镇时 天也蒙蒙亮 他 对 武器长 刺灯张法的确冤于你们武当的武器长 我又将它加以变化 威力比起无极掌 至高不低 外门邪道 何足道在 不介师兄是这么说的 不过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他的长法来自于武当的无极掌 但是比武当无极掌 至高不低 然后呢 那两人见以得手 飞身而去 我看不介师兄伤势严重 必须要马上移植 就没有去追 而是带他回了武当 掌门 不介怎么了 被无极掌所杀 什么 现在需要红丸来救命啊 不急 吃我的令牌 速到丹房取红丸来 遵命 不介绍 我 不介绍 此次内息紊乱 看来是吃了那四颗红丸所致 如此下去 怕他撑不过天亮 我已护住了你的心脉 能否撑得过去 就看你的造化了 我已护住了你的心脉 我已护住了 我本来预备了四颗红丸 就全当你吃掉一颗吧 静儿 静儿 好烫啊 怎么少了一个 玉京 你义父我本不想利用你 来作者盗取红丸之事 可你私自偷吃红丸 既然你已经吃了一颗 那就为义父再多承担一颗吧 来人 快来人哪 玉京偷吃了红丸 已经晕倒了 快 快扶他起来 快扶他起来 我去丹方取红丸 发现了玉京 玉京昏就过去了 什么 快 施下红丸 是 这儿是 有儿 来 掌门 不计何时能醒过来 刚刚已经把他 树立了心中的淤血 又吃了红丸 应该没大碍了 不过要醒来还需要食人 不计 不计 在 这蓝玉京又是怎么回事啊 我奉掌门之命 去淡房取红丸 进去就发现 玉京已经昏厥在地上 那河里只剩下两颗红丸 估计是被玉京偷食 他抵不住药理就 就昏厥过去了 真是自食恶狂 想必是遭了玄武大帝的惩罚 你不是和他在一起的吗 他不过是个孩子 所做之事 充其量也就是淘气而已 本性还不错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吴亮掌管武当戒律 对这种顽劣之徒 就应该重重地责罚 吴亮 言重了吧 怎么会这样呢 好了 他气息紊乱 昏迷不醒 要不是有人给他封住了心脉 他撑不到现在 你是说丹房里还有其他人 即便如此 也必须赶快予以梳理 否则他会静脉寸断 成为废人 无色无量 是 是 你们帮我护法 我要加以施咎 张磊 你 你刚刚医治过不戒 损好内力巨大 现在又为这顽劣之徒 损好行为 这实在是不值啊 吴亮 你说的什么话 玉京是我武当弟子 他哪怕是个外人 你能看着见死不咎吗 掌门 你 无相掌门 既然仍需耗费内力 不如您也服下一颗红丸 这样来救治的话 岂不是更有把握 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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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不计 掌门 无色 这个红丸是假的 是吗 不败不悔 马上关闭这门 绝对不计出去 是 这类红丸里被夹了断肠草 罢了 罢了 今天我无相 绝不能看见 我无大两位弟子丧命于此 不计 无量 在 无色 在 助我护法 掌门 你怎么 掌门 你这毒 我的毒尚可以控制 无需多言 赶快护法 啊 静儿 敬余老人 快 闭上 快 快点 快 师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得手了 你瞧瞧你 不是一副贼料 却是一副贼药 起来 微信 十三圈 你准备这一副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副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又管转弦费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这颗红丸是真是假 你葛振军却是平生第一次 为我常母娘办事 我很高兴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这个心情 我的不戒师兄已经死了 那真的红丸呢 也许是被蓝玉京吃了 怎么又是他 如果朕让玉京吃了那假的 那他的小命就难保了 你还为这小子叹气啊 我答应过玉燕 你说什么 还是这个女人 还是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一直在你心里 所以这么多年你心里都没有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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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人一直以后不散呢 我三分四次在唐二面前保你 你却这样对我 唐二 你把不戒师兄下山收敛尸骨的事情 告诉唐二了 是啊 是我告诉的 那又怎么样 你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啊 何亮当初是如何死的 你不是不知道 我清风针的毒 已经深深注入了何亮的骨髓 任何人只要看到何亮的尸骨 都知道那毒是清风针所制的 再说了 在这个江湖上谁不知道清风针 唯我常五娘所独有 可是我常五娘呢 又偏偏跟武当山的不齐道长素有来往 这江湖上的人会怎么想呢 这无相掌门又会怎么想 谁的嫌疑最大 就算你的无相掌门不杀了你 也会把你赶出山门的 于是你就派人杀了不戒 师兄 你千万别冤枉好人了 我只是告诉唐二 让他阻止不戒去挖尸骨而已 五娘 算我求你了 你赶快离开武当山 我是为了你好 快 快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又没做错什么 我姐死了 掌门也吃了假胡丸 你说什么 你为何这么吃惊 莫公子 莫公子 你可 你可 卫公子 lanes 眼跡 should听 那人一掉完 sold whispering 三 这是我父亲 给你们无相掌门的亲笔信 我说过 这是我父亲 给无相掌门的亲笔信 我要亲自交给无相掌门 你也知道 无相掌门已失不多了 我无量 就要成为新的掌门 那我也要亲自交给无相掌门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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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闻 不闻 把玉京带下去休息吧 把玉京带下去 掌闻 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无妨 无量已告之于我 把你父亲的信交给我吧 掌闻姐 太长元年 新帝秉重 取武当晋献之至宝红丸复制 新帝因赴红丸豹足 世号崇天 天启皇帝即位 更年号为天启元年 朝中官员纷纷上奏 要求严惩武当一派 圣上已准奏 昨日圣事即将送大武当 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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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杰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金儿这是怎么了 这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云杰 这昨天还好好的 金儿 在山上挨了罚 回到家 也和平常一样 怎么突然就病倒了呢 蓝玉兴偷试红丸 不可能 红丸是给皇上吃的 而且那地方看管那么严 玉京根本进不去 智兴就蹊跷在这里啊 我们到现在 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偷试红丸的 不过当务之急现在是保命 长老 你这生我儿活不成了吗 你快救救靖儿 他是我们两口子的命根子 长老 我求求您了 求您 求求他 别哭了 现在还说不好是福是祸呀 如果无事那是天意吉祥 如果有事 你们 玉京 还要有个心理准备 玉京儿 玉京儿 你可不能有事啊 玉京儿 玉京儿 你可不能有事啊 道长 道长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教管他 不该宠着他 如果我管教颜点 他就不会偷吃现代 也不会遭此恨祸 都是我害了他 道长我求求您 不要哭了 你们都不要哭了 这不齐呢 怎么到现在都不见他人影啊 好了 你们在这里守着吧 我去找找他 长老 你不能走啊 都是我不好啊 道长 你就救救静儿吧 救救静儿 救救静儿 我武当自创立山门以来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是 掌门的意思是 东厂 东厂在京城 武当在恶习 东厂是权法 掌握着权力 而我武当 是修道之地 清静之处 本该是风马牛而不相及呀 莫非是朝廷 我武当 一直并成 献修贵道 不量无人等宗旨 是 更是为兴教而报国驻朝廷 出征平叛 可现在各地是封严四起 反叛势力众多 我看 是朝廷那一步 是 红丸之事只是个引子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承门 这 相比公子不光是送信而来 是 有什么话说吧 家父让我带问掌门 可有应对之策 多言说穷 不如守株 掌门 这便是回答吗 你可以这么回答你的父亲 遵命 告辞 不送 我们 我们下山 我们不下山不闻爷爷 我们得在这儿陪金儿 我们不下山 不行 我 我们得陪 不闻爷爷 我们要一起陪着玉京 我们不下山 我们要陪着他 不闻爷爷 你别走 你要带他干吗去 我们不下山 不 我们 cru 现身吧 师弟 掌门 联伐三清令给我 到底出了什么事 师兄啊 你这是怎么了 不用惊慌 我因务实毒药 命不久矣 师弟 我要感谢你这么多年来 为我武当默默做的一切 不 师兄 师兄 我马上下山想办法 兴许能结此毒 有道士招闻道 惜死足矣 我不想修道多年何惧生死 只是不甘 我武当又一劫难逃啊 师兄所言可是太长帝一事 今日我从牟沧浪的信中得知 太长帝已是红丸宝碧 我武当历代仙人 为了武当的长盛赴唐导火 我怎么能看着我长盛的武当 要会在我无相的手里呢 那师兄的意思是 他日朝廷必会为此事 来武当兴师问罪 到时我必会一死 来保全我武当的明节 好 到时我正铁岗和掌门共赴皇权 不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好 好 Zither Harp 还记得十八年前发生的荷家惨案吗 武当间信又出现了 什么 这些年来我寻遍武林 他毫无踪迹 这个消息师兄是怎么得知的 今日我查探不戒的伤势 发现他是被无极掌所伤 无极掌 就和二十年前杀死何切无的一样 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要在此时出现呢 我斟酌了许久 他在此时出现 是许某已久 这么说来 红丸一世并非全貌 武当已经不安全了 师兄 该做何打算呢 当务至今 就是要保住我武当的香火 要找一个合适的人 送他离开武当 以备万全 他不愤为寞 我早起来 他有想要命 他吧 大队 他不想要命 他都想要命 他不想要命 他不想要命 我 他不想要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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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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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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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去找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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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儿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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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儿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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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儿 静儿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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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儿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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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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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京 京儿 京儿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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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儿 玉京 玉京 京儿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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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玉京 玉京 这边 京儿 慢点啊 慢点 小心啊 师叔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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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天尊 玉京 师祖 义父 玉京 不闻爷爷 玉京 你也来啦 玉京 我这是怎么了 玉京 玉京 爹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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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玉京 娘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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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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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躺好 别乱动 义父 义父 我记起来了 我是不是闯祸了呀 一个弥天大祸 我吃了狼梅 还有呢 我 我还吃了红丸 你呀 武当开山立宗以来 你是绝无仅有 义父 义父 师祖会不会处罚我 掌门师祖们正在商量 义父 我不想再关禁闭窟了 这回啊 要么不罚 要罚 怎么罚 我也受不好 是啊 义父 你刚刚还说 我是绝无仅有的 你可真敢 真敢吃红丸 吃红丸什么感觉 感觉 义父 那红丸跟小火球似的 我吞进嗓子 立刻就烧得心慌啊 你是什么时候进他单访啊 我出了狼眉园 不是都在找我吗 我就瞎躲 结果我就躲进练单房了 单房里面有人 有人啊 你看到了谁 吴色师祖和不悔师太在 不悔师太 后来呢 后来 吴色师祖和不悔师太走了 我就看见红丸了 就给吃了 还要知道错了 义父 你一定要替我向掌门 特别是无量师祖 求求情 为什么 他恨我 亏你还知道 师兄 师兄 好 师兄 掌门请你过去的 你好好在这儿休息 不能乱跑 等我回来 我一定不乱跑了 好 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来吧 师父 您有何吩咐 我叫你来是说说京儿的事 多给弟子管教不严 师父要是责罚 就诛罚弟子吧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今日叫你来 是为了京儿练武之事 请师父指教 他虽然天性顽略 可也天资聪慧 既有天赋 是个练武的好材料 假之吃了红丸 他体内运及着惊人的内力 这样的能量会让他受用一生 可是要是他阴阳失去了平衡 那可是生不如死 那该如何是好 我会帮他打通体内的元气 并加以引导 而你要授予他武当剑法 以掌门之间 从哪部剑法交起呢 以他的资质 你就授予他 去十二路独命剑法 弟子明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可是吃了四颗红丸 也罢 这总比落入不速之颗的手里 要好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罢了 师父 弟子先告退了 去吧 来 去吧 掌门 近日 无量思绪繁杂 多有恍惚 有话不妨直说 因洪湾导致先帝驾崩一事 我武当孔造大劫 不知掌门有何应对之策 或许福之所以 福许祸之所福 此事朝廷不会善罢甘休啊 必来我武当问罪 如此大祸何谈福之所依啊 天王惠惠 数而不失 波节中自有重见光明之时啊 话虽这么说 武当也应当做应对之策呀 何况 这掌门有样在身 我自知时日不多 你既是为传位之事而来 又何见一否 佛长无声道求一死 天生万物于人 人物一物于天 人生百年 终归要退去这皮囊 云游万象外 刘君 甘 放心 我武当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衰亡 而会就此衰亡 我武当派历经数代仙人的传承 修身强体 那倒是外表 尽重宝国才是要道 好 且以为传位之事当提上日程 为事恭允可择日恭举 此事我自有安排 好吧 我先告辞了 我莫大于不知足 而久莫大于欲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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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师祖今日要传授你小周天吐纳之法 现在开始你要一首丹田 丹田 也就是在你旗下三寸阴阳户 俗人已生子 而道人已生身 师祖 你怎么了 师祖 你坐好 开始呼吸 当你呼吸 丹田感到发热时才吐出 吸 吐 吐 一定要一首丹田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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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告诉你多少遍了 遇到这种情形 醒了也要装睡 部长尽兴 那就是不装睡 那也得装出个 虚弱 要打消敌人 对你的戒备之心 要注意观察 抓好时机 再出手 这样 你才有可能逃脱 不 爷爷 你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这下手也太重了吧 我是你亲孙女 叫你长点记性 我记住了 我保证下次一定从你的手上 弹出去 没出息 至少下次不能让爷爷再抓到你 才算你有长进 哦 有道理 老头 你酒洒了 爷爷 从现在起 你就给我待在这儿 哪儿都不许去 爷爷 犯了错 就该受罚 尽足 也是我平日里对你疏于管教 把你给灌上了天 我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 没做坏事 要不是你瞎胡闹 那玉京能跑到丹房去 那是他自己要去的 又不是我让他去的 抬嘴 他自己 那偷吃郎没的 有没有你 这你都知道 爷爷 巧儿知道错了 爷爷 你让巧儿就出去一会儿 我去看一眼玉京我就回来 就看一眼 我看完我马上就回来领罚 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惹祸 那玉京是武当的人 自然有掌门和师父罚他 他 可是吃了四颗红丸哪 你说什么 四颗红丸 他 他吃了四颗红丸 那可是会死人的 怎么还能罚他呢 你看我干吗 爷爷呀 是在逗你呢 老头 这种事情是能开玩笑的事情吗 爷爷告诉你呀 无相掌门哪 已经为玉京疏通了内力 让他养上去了 真的 这回不用担心了吧 您打烫了那么多消息 您辛苦了 喝口酒吧 嗯 爷爷 我可不可以去看一眼玉京啊 去看一眼 想都别想 不看就不看嘛 不看就不看嘛 那么凶感吧 那么凶感吧 太极大而无碍 太极大而无碍 小而无碍 小而无内 天人原本就是一体 正可谓人神小天地 天地大人神 又无碍 头飞到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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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又来干什么? 你说呢? 我没时间跟你猜谜 上次你出身已经被发现了 那又怎么样 现在正在找放假红丸的人 你知道那不是我 那你来干什么 蓝玉京这小子不能够留 是个大麻烦 趁着现在红丸的药性发作 以此为掩护 就把他给除掉 不行 我知道你 你下不了这个狠心 我来啊 我去 请不说我答应过他母亲 就以我俩现在的关系 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胡作非为 他就是我儿子 你有这个病吗 别自作作情了 五娘 我求你了 你别再纠缠我了 行不行 什么叫纠缠啊 谁纠缠谁了 我们两个今天事 应该做个了断 好 我们一起离开武当山 到了外面 我一定想方设法 让你取代唐二的位置 唐二 是 不瞒你说 这红丸是他要的 你和唐二 我跟他没什么 只是偶尔帮他办点事而已 走 走啊 快点儿 你干嘛呀 瞧你紧张兮兮的干什么呀 松手啊 我不 别看你平常对我冷冰冰的 其实啊 我知道你心里是由我的 对不对啊 你快走吧 就凑你这一点 就值得我在心里 给你留个位置 人家跟唐二只是风场作戏 你不要吃醋嘛 有人来了 快 走吧 我走了 师叔 师叔 无济宫天生万象 各有七时 如春生夏长囚寿东藏 非人力可为 智气白 瘦气黑 唯天下事 唯天下事常得不特 富贵与无疾 如一味执着 我必然会拔苗助长 好高不远 到头来必为所累 一事无成 太乙宣门见 自张真人史自成一体 剑法共积一百云八十 但大凡化剑 虽功法越高 则剑势越少 最后金光真人练到极致 只有六招 而我费尽一世心血 也勉强剩下四招 无法参悟 相传 当年张真人五世之后 只留下两世 而百年之则只于一世 岳道法自然 岳道法自然 是位大成 所谓青龙出海 势难党 拨云渐日 定乾坤 犀牛望月 显灵机 百元攀之 藏傲妙 这纵纲 你须牢牢记住 邓哥 世道 究竟如何才能算终极之鉴呢 所谓大凡化剑 乃是疏途同归 一个稻子便是终极 而武当剑法也正是如此 传说到了最后仅仅剩下两招 以阴 以阳 而据我推测 武当一剑的终极 所以乃是要打到一阴一阳归一之境 师祖 您看我行吗 刀法自然 掌门 郑大侠回来了 是 将来 师弟 师兄 有心相信了吧 果不出你所料 红丸之势并非全貌 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武林 更加关系到朝廷 叹息青样 看来这件事 咱们武当真的是被人利用了 如今中原内乱纷争不断 而在关外 听说努尔哈赤不断招兵白马 重金纳贤 以不可同日而语 大有与我朝廷分庭抗礼之势 如此 禁兵禁官 也就是时间早晚罢了 因此我怀疑红丸之势 请幕后直使 无量天尊 使我武当为国家圣地 而我武当在关内 又是举足轻重的大派 武当若乱 则天下武林则乱 武当若亡 我大命江山 武当若云 师兄 那您打算如何应对 你随我来 今日之武当 与外与内 皆难离出头绪 我身为掌门 却无礼会天 唯有把武当今后之事 托付给你了 师兄啊 如此重托 铁钢如何担当 连日来武当发生了很多的变故 不过也只是这番变故 我发现了一人 蓝玉京 正是 这孩子来历不凡 天字聪慧 只是有些顽劣 但经过红丸之事 必会有大概官 若不出我所料 此子 今后必会干出一番 今天动地的大事啊 今天动地的大事啊 师弟 是 有些人 您您慢着 您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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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在适当的时候 把他交给京儿 让他知道自己的父母 真正的死因 师兄放心 太乙玄门剑法 正是 但这是我武当先辈 用智慧所创作的秘籍呀 今天我都交付于你 代为保管 还有 这把无人骨剑 自古只在历代掌门间交接传递 外人可是从没有见过 早有耳闻 想不到真有此物 别说是你 就是我 也是第二次见他 传说此剑 但凡适逢盛事 便可树之高阁 全当镇派之宝 遭逢大乱即可出敲 此剑出敲 此剑出敲 即为正兆 当可号令天下无林 长枪断斗 共赴杀敌 此等圣物 真的是难得一见他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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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为兄 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今日 我将古剑与密集 交付于你 但有朝一日 你寻得贤德之人 带为兄而传之 传承之事 必须由掌门亲自完成啊 你我都是武当之人 为了武当的未来 何分你我 想不到我武当 竟落到如此境地 师弟 我武当 历代都经历过浩劫 哪一个掌门 没经历过磨难 若这把古剑 有口能言 他也会做出如此决定啊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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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不 此二巫 你好胜保管 等有朝一日 得贤德之人 再传递我武当相伙 师兄 铁钢 定不辱使命 义父 那什么声音 你解着脸 不要偷懒 我去去就回 快出来 出来 想我了吗 我可想你了 今天不错呀 表现很好 知情识趣 废话少说 有事快讲 不请 跟我走 朝廷要问罪武当了 这一门快完蛋了 你还留在这干什么 跟我走吧 妖言祸住 我会害你吗 难道我骗你 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又能躲开蓝玉京 去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们重新生活 这不好吗 要是再纠缠我 我 来呀 来呀 我等很久了 不敢了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懦弱 那么死脑筋呢 你迟早要死在这武当山上 傻瓜 义父 是谁在笑 是一个疯子 已经被我赶跑了 你接着练吧 不齐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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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传掌门令 本派全员移住乡内 齐聚紫孝宫 义父 齐聚紫孝宫 一定是出了大事 我也要去 掌门特地要弟子 转告道掌 蓝师兄身体有恙 可不必惭悔 我知道了 你去吧 是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日起 蓝玉京不得载入武当之门 太极 斩留于弟子名册 一观后效 无量 你这处罚过于严苛 我无色不服 这武当山的戒律又不是我无量定的 我这是秉公执法 你奸牙利嘴 假公祭祀 来来来 不用多说 我这道理都在这拳脚之中 你可敢来一问 好啊 我倒是要知道这其中有何道理 来 你二人要干什么 看什么 看什么 看什么武当弟子们 一切按律就办 一惊效用 身为掌门 我对此事有失察之过 一当受罚 从即日起由无量暂时管理武当事务 待我出关后 择日 领选有得者传位于他 将门 万万不可呀 万万万不可呀 将门 万万万不可呀 将门 我一仪军 务须多言 贫道 在闭关修炼之时 你们不得打扰 大人 武器虽为无相的官门大弟子 但懦弱窝囊 尤其是十八年前 杀死耿京士夫妇之后 他日夜煎熬 李长宗与信性相违背 行事优柔寡断 大人的意思是 你多花些心思 好好拉拢拉拢他 大可令其为我作用 此人性格优柔寡断 的确好控制 你先使他口气再做定夺 遵命 尤其是 小小小小小 嗯 义父 你回来了 师祖说什么了吗 他可曾当众训处我呀 别瞎想了 他让你好好养身体 好好习武 师祖当真没有怪我 师父 是不是 见下什么责罚了 义父 孩儿这回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 这次甘愿领受责罚 真的 好了 这次我就好 来 不闻爷爷 师祖爷爷要见我 是 不闻爷爷 师祖爷爷不是在玉须宫吗 我不是尴尬的 是 你 我 我 有一点 我 京儿 师 师 师祖 你 你 你怎么了 莫非是为了给我疗伤 消火过大 无妨 无妨 虽然谢过师祖爷爷救命之恩 是啊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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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儿到这儿来 告诉爷爷 我们武当弟子习武是为了什么 是 是为了 国奥们派 行侠证义 好 爷爷今日就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尽情地施展一下 好不好啊 师祖爷爷 老师 您允许我使用武当剑法 那得看你能不能够通过考试了 好 京儿 你就和不闻道扎 必识必识剑法 这 如果你赢了他 以后闪门规矩 就不会约束你 这 这 这不可以 不闻爷爷他不会剑法 跟他比剑 这不欺负人吗 你放心吧 不闻道扎虽然不常习武 可他剑得可多了 这一招一拾的较量 你未必能赢得了他呀 行 那便来吧 不闻爷爷 你可要小心了 我这还没出手 怎么就被打跑了 他帮他 好